9月6号,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见德国总理默克尔。 习近平指出,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挑战层出不穷,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,单边主义、保护主义、严重威胁、世界和平稳定,任何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。 中德作为两个负责任大国,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加强战略沟通、协调和合作,携手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。 这不仅对中德两国、对世界都预显重要。 双方要坚持相互尊重对话协商,尊重彼此发展道路,照顾各自核心利益,做平等对话、互利合作、交流互建的战略伙伴。 习近平强调,要把中德合作的蛋糕做得更大。 你这次访华,双方达成不少经贸合作成果,证明中方扩大开放,说到做到。 中国市场足够大,而且随着发展会越来越大,将给德国和世界各国带来更多新机遇。 中德汽车产业合作就是两国互利共赢的很好例子,双方应保持开放前瞻意识。 在自动驾驶、新能源汽车、智能制造、人工智能、数字化和5G等新兴领域加强合作,共同培育和开拓未来市场。 中方正在加快开放金融和服务业,欢迎德方投资。 你还将赴武汉访问,欢迎德国企业参与长江经济带建设,要厚执人文和民意基础,争取两国民众,特别是年轻人,广泛参与和支持中德关系发展。 要共同展现责任担当,维护国际公平正义,捍卫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,在气候变化、对非合作等方面加强合作。 默克尔表示,德中对话合作广泛深入,中国是德国最大贸易伙伴,两国合作正沿着更好的方向发展。 德国很高兴能够分享中国扩大开放政策成果,愿继续加大对华投资,拓展合作领域,促进人文交流。 单边主义、保护主义也给德国带来不利影响,各方应致力于通过对话协商,妥善解决分歧和摩擦。 德方愿本着多边主义、自由贸易精神,同中方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沟通协调。 德方愿为欧中关系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。 双方还就当前的重大国际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,达成了广泛共识。 王毅、何立峰等参加会见。